你是墨尘公子 墨小黑 你也来了 废话 轻敌了 我们面对的可不是西南道的人 无妨 你们两个一起来吧 狂猛 他们到了吗 回家中 前日发来消息 他们已在路上 还帮忙铲除了几股不服管教的小帮派 好 家主 术属下多问一句 这些人究竟是何来的 这你就不要多问了 只要我们全力配合 这西南道 以后便是我燕家的天下 你回去吧 看好小姐 保证婚宴别出差错 至于其他的 自有人解决 是 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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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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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也太跌学堂的份了 怎么跟师兄说话的 你来 燕家的幕后黑手 总算露出卢山真面目了 求着武功露属 不像是中原人士 此物我们势在必得 阁下可否相让 好啊 那得看看你们 有没有这个本事 遗憾 小黑 去抢马车 好 好 没 把 我 是 一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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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阁下好伸手 我有一招 请阁下赐教 警官 神运 神运 落零兵分 你怎么来了 我还没尽兴呢 小姐有令 撤 什么 为何 少废话 这是命令 刚才还一副不肯退让的样子 现在却突然放弃 奇怪 先不说这些 若封大劳员把我们叫来 应该不只是帮建文吧 那是自然 我们的目标是 平息西南一道的混乱 而那混乱的根源 正是沐玉航艳家的当家人 艳别天王 正是 此人为了权利 无所不用其极 不仅用卑劣手段 害死了剑门的凶长 还勾结了外部势力 若让此人得逞 必会动摇国之安危 看来 于清于理 我们都得解决这个祸患 姑子 师弟 去看一下剑门兄长的尸首 是否安好 你才是师弟 为何拦我 难道小姐 不在乎计划的成败吗 小姐自有她的想法 什么想法 我们来 不是为了帮燕家的吗 我明白了 我们不是为了帮什么燕家 而是让西南道乱起来 对吗 齐萱 你大可不必多想 有小姐在 咱们只需听命行事即可 那是自然 走吧 该跟李长老会合了 咱们这边刚结束 信就来了 喂 还等什么 咱们出发吧 唉 此番凶险 还是让她回去吧 林素 长路漫漫 哦 公子 我明白了 你 你明白什么了 嗨 我都明白 走了 等 等等 你明白什么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您找来更好的教子和教夫的 后会有期 默契 糟了 怎么 怎么 为梦杀 按计划应该已经到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 你们怎么在这儿 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 马车呢 哼 这么说来 我们等的是同一样东西啊 喂 既如此 咱们坐下来一起等啊 别听他啰嗦了 拿下再说 还敢用这招 本公子就让你长长记性 哎呀 这招 那 请 沙 解 你们几个也算是江湖上数得着的人 以得气少 还要不要点脸 虽说我琢磨工资也不拒你们 但你们也得讲点江湖道义 对不对 有本事一个一个来 谁也不许犯规 别听那废话 一起上 遇到麻烦了吗 罗轩 你又来了 对了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柳月呢 你们不会失手了吧 说了不让你擅自行动 放心 一切顺利 糟了 看来棺材未结了 扯吧 不打了 雷大哥 咱们下次再见咯 这什么情况 太受欢迎没办法 我的腰啊 快快快 快来扶我一把 再让你胡说八道 小废话 大把手大把手 好好 那三个小家伙呢 放心 我真查过周围了 私里安全得很 都是你 变了计划 也不知会生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我这不是来不及吗 闻点 闻点 行 行 行 公子 查到了 是三叔 对吗 苟姐燕家 谋害大哥 该死 苏黎 我明日穿白衣如何 公子 婚礼之上 岂有穿白衣的道理啊 杀人之事 自然要穿白衣 血染于上 才更有滋味 的 给你 我 你 给你 把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公審 谢萱啊 父皇曾言 自他登基以来 虽天下太平 却忧患丛生 朝中有世家靶政 地方豪强伶俐 域外又有敌寇还刺 若不加以控制 必疑惑后事 可我以为 父皇所虑犹多 如今 我便以这西南一道为时 为父皇肃清幽幻 以政圣听 我便以为 都是去参加婚宴的势力和帮派 那今日就是婚期了呀 西南道上的门派 本就不讲规矩 你去抢签 那还不是洋入虎口 不至于不至于 不就抢个亲吗 我说你是不是傻 那可是西南道龙头的登基大典呢 又说我傻 小心我揍你啊 你打得过我 放心吧 伴侣兄弟 你跟头发也不会少 雷大哥 你回来了 坏家伙 你受伤了 臭丫头 谁是坏家伙 不会是被人赌了吧 什么被人赌 明明是我赌别人 还逞强 吃一粒 不用心 小白姑娘原来是刀子嘴 豆腐心哪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包之百病 强身健体 你还吃不吃啊 吃吃吃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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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流 睡觉 吃吃吃 就是 好 화� seeing articl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